而接下来还要关心到的是 尼龙粒为主的1455的集胜了 目前的营收将近五成的比重 就是来自于尼龙粒 而尼龙粒的原料是来自于CPL 几内西安 CPL从去年12月 每顿1950美元左右开始起跌 一直跌到了今年2月 每顿报价大约剩下1500美元 也就是说这短短三个月 就跌掉了将近500美元之多 也让尼龙粒的厂商 被迫提炼了库存叠价损失 这就反映在了利鹏跟吉胜 这两档以尼龙为主的相关的个股 在今年第一季的获利表现 都是不尽理想 而1455的吉胜 今年第一季的毛利率也跌破了正值 我们看到黄色柱状体来到了水平的零轴以下 成为负的0.25% 那么税后亏损了0.67亿元 每股的税后亏了0.1亿元 刚刚在画面的黄色柱状体是EPS 也是来到了负的跟整个毛利率 是往同样的发向来发展 那么不过呢 目前CPI的行情已经看到再度的反弹了 每顿冲破了1700美元 估计呢吉胜跟利鹏的尼龙粒 在4月份将会转亏为盈 而这两家公司也都认为呢 第二届的营运 渴望比第一季还要来得好 那么吉胜昨天尾盘也是攻上涨停作收 以12块半呢 再创下38个月的新高 而外资今年以来 对于吉胜每个月都是呈现了净买超 虽然说你在画面当中看到是日K所对照的 每天的买超的状况 也都是非常绵密的红色的柱状体 那么尤其4月下旬呢 开始又集中了买超的火力 推升股价呢 开始突破了原先这个高达三个多月的整理平台 并且用45度角的强势拉抬的方式往上攻 另外呢红色线条所代表的大股东持股呢 也持续的往上增加没有中断 尤其5月份呢 也往上增加的角度也是又快又抖 这也呼应了尼龙粒将有机会 由亏转营的机会